掛電窟是專台的冷革 正在面積最大的地方 不像因為剛才的南部缺水的危機 最好是黑山頭水口和加南大全的水源 新鮮的冷革 面對到的無水通常的狀況 對此有掛電論會總幹事林定義表示 目前這個檔科的蝦羅比的水減是供應 目前官田種植靈角的面積大約是300公頃 通常都是仰賴說那個水庫的資源 但是因為缺水的問題 目前其他的改善方式 大概只能剩下抽取低下水 或者是引用那個葫蘆杯附近的水源 但是葫蘆杯附近的水源 能夠供給種植靈角的面積 大約只有100多公頃 所以我們目前能夠維持的 可能就是就這100多公頃的面積下去做種植 官田農會表示 能夠靜職的時間是5月到6月左右 只希望這段時間有好多的一組 若是狀況不改善 可能就是建議農民能夠吃虧才來 另外我們配套說是或許 可以建議農民說如果沒有下來的話 是不是可以延後種植 改到7月份那個時候才種植 但是這樣子就會嚴重影響農民的採收的效果 如果可以的話是因應政府的 看有沒有其他像一級套做缺水的補助措施 下去做一些 讓農民辦一些修跟補助這樣 相對到的缺水對林家作性的影響 農會是表示說 若是真的要延後種的時間 對農民一定會作性損失 農會這邊的這支向市府 卵不叫政府補助的經費 既台說透過公開的資源 這樣做農民度過缺水的難關 安貸新聞用他的刮店菜方無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